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欢迎您 这样大家来看一看 这两位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同 年龄不同 年龄不同 肯定是年龄不同了 穿红色衣服的嘉宾 年龄一定会大十来岁吧 我觉得两位精神状态不太一样 刚刚为两儿说这个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阿姨 她可能看起来真的是状态比较饱满 腰板挺得溜直 然后皮肤状态也比较好 透着光 白里透着红 我们这位阿姨就已经不交出来了 对 被夸年轻都会很开心 对不对 这边这位阿姨呢 我得批评您两句了 您说您来张王才录节目 您不把腰板挺得溜直 您就应该昂首挺胸 呱呱呱地走上来 你看您现在挺了 来不及了 我都不算出来了 来不及了 好像大家看得出来 两位的精神状态 皮肤的状态 和整个人的那种精神面貌 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两位其实是同龄人 同样 真的 一模一样的年龄 对 那我们先请两位 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冯玉清 今年59岁 我的工作呢 是在幼儿园当老师 哦 幼儿园当老师 现在已退休了十来年了 看着真的是 跟小孩子在一起 人的精神状态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看起来更年轻 那我们再请这位观众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魏世俊 我今年59岁 自从咱们国家从计划经济 老乡市场经济 我就是干经营工作 哦 经营 你就是干到退休 阿姨身体情况怎么样 现在吧 跟原来比大不如出工钱了 我原来的个儿吧 是一米五六 现在吧 我挺半天 使劲地挺 我还不到一米五三呢 矮了三厘米哦 身体呢 也觉得经常觉得疲劳 不像原来的那个觉得有势不完的劲 现在干点活吧 就觉得累疼 自个儿给自个儿就放假了 歇会儿 干一会儿 歇一会儿 就是这样 两位虽然是同龄人 但是精神状态年龄看起来可能都不太一样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们身体当中有一样东西 这位攒够了 而这位没攒够 所以到了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呢 外貌精神状态就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差别了 而这个东西呢 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想象这是一个大大的银行库 如果我们要是攒够的话呢 不光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态 同时呢 还会延长我们的寿命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长寿的本钱 那这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把自己长寿的本钱给它攒够呢 我们今天呢 请到了来自于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 史文利副主任营养师 掌声欢迎 大家好 你好 谢老师 欢迎您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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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咱们的任务挺艰巨的 因为呢 要往这个大大的存钱罐里边 存一些长寿的本钱 对 那首先咱们得搞清楚 这本钱它到底是什么呢 刚才我看有两位阿姨上来了 一个精神状态特别好 腰板挺直 另外一个阿姨呢 就稍微差一点点 但是年龄又一样 那这里边有什么秘密呢 我带来了两份报告 咱们看一下 这是什么 像水墨画 这个报告呢 其实就是咱们 谷密度的检测报告 谷密度检测报告 其实呢 更准确的 我们进行一个 谷质是不是疏松的判定呢 我们还需要看这个数值 因为两位阿姨肯定是已经绝经了 所以呢 我们的判断标准就是看这个T值 如果大于等于负1.0 这就是正常的 如果在大于负2.5到小于负1.0之间 就是骨量减少 如果小于负2.5就是骨质疏松 这位阿姨就是骨量是完全正常的 咱们看那个T值是0.7 那么另外一位阿姨的T值呢 就是它是负4.1 已经小于负2.5了 所以说那位阿姨肯定是已经骨质疏松了 其实这个骨骼健康 确实是和我们的长寿有关系 你看骨骼健康了 这个人的状态会非常年轻 而且他的运动能力啊 各方面能力都会很强 那么这个长寿的本钱 就是骨骼里边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钙 钙 钙就是我们长寿的本钱啊 对 所以今天咱们得往这个存钱罐里边 多存一些钙 才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延长寿命 没错 好 施老师可以先回到座位上 问一问刚才那位观众 你以前知道自己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吗 阿姨 一开始没有 后来我摔了一个跟头 一下就摔得粉碎性骨折 这个横着也折了 竖着也折了 都到了这个颈骨边上了 然后这大母哥也骨折了 他说我这个是贯通伤 所以呢 必须要那个打钢板什么的 我当时吓坏了 后来他说的您肯定是缺钙 他说您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吗 我说我有啊 有感觉 但是我不知道是缺钙 我腿老抽筋啊 尤其这个冬天啊 我穿着秋裤睡觉不行 穿着袜子还不行 一动魂就抽筋 可能也就是因为以前缺钙 没有意识到最后导致了 整个的骨质疏松的状态非常严重 一摔就骨折了 还要做大手术来修复 不过咱以前确实知道 这个钙跟骨头的坚硬度 是有关系的 真的就不太容易联想到说 钙跟瘦命还有关系 钙跟长瘦有什么关系 确实是健康的骨骼 对于维持我们一个好的 健康的状态 还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 都是非常有用的 非常重要的 骨质疏松的老年人 一个是容易发生像 刚才那个阿姨那样的 腕部骨折 还有很多老年人 容易发生宽部的骨折 一旦发生宽部的骨折以后 就会卧床 那么这个对于老年人的 健康状态影响很大 我们有过统计数据 就是说高龄的老人 发生宽部骨折以后 他卧床了 即使经过很好的治疗 那么他完全康复的比例 只有四分之一 好低啊 那么另外 这个宽部骨折的这些老年人 还有百分之五十 他终生需要借助那个 驻行器 还有拐杖 那么这样就可以说 有一定的治残率 还有一部分就非常可怕了 因为宽部骨折以后 他会卧床 那么卧床的这种持续的疼痛 然后再加上各种的并发症 这个就是宽部骨折 经过调查以后 他一年之内的这个死亡率 可以高达百分之二十 我的天 所以说这个钙 和长寿有没有关系 对 肯定有的 钙 它是骨骼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家看 这是骨骼的结构图 那么这个骨骼里边 肯定有一些矿物质 最多的就是钙 包括钙呀 磷呀 铁呀 这骨骼里边都有 另外呢 它其实这种网状结构 里边还有骨胶原蛋白 那么骨胶原蛋白呢 它形成一些孔隙 然后负责把那个钙呀 磷呀 铁呀 给它沉淀到这孔隙当中 这样就形成特别坚固的 这种骨小粮的结构 那么如果这个钙缺乏以后 那么钙少了 可能剩的这个骨胶原蛋白就多了 它的网状结构还在 但是强度不够了 就会像鱼网一样 变得不够结实了 支撑作用不强了 如果缺钙的话 确实这个容易出现骨质疏松 那么有轻微的外力 甚至有时候没有外力的情况下 都可能发生骨折 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这种比喻 大家一听就明白 比如说这个不缺钙的人 骨质特别好的人 它就像那个雨伞 伞骨特别密 那么又粗又密的这种伞骨 给它起支撑作用 那你风雨来了的时候 是不是抵抗风雨的作用特别强 那么缺钙的这个呢 骨质疏松的 那个伞骨就变得稀疏 然后又细 那么这种情况下 稍微大一点的风雨 是不是这个伞就给吹折了 因此钙和这个骨骼健康 关系非常密切 骨骼健康和我们的寿命 息息相关 那接下来咱们再看看下面的这张图 看看这两个老人最大的差别 那个腊肠我吃过 特别硬 特别难嚼 这是你的关注点 小吃货 那么钙的缺少 还会引起这个牙齿的脱落吗 一个是满口好牙 另外一位你看 缺得很厉害 难道这个钙跟牙齿的健康 也有直接的关系 对 钙和牙齿健康 这关系也很大 因为咱们人体当中 99%的钙 都存在于骨骼和牙齿当中 咱们这个牙的这个结构 比如说牙罐 外边有牙幼质 里边有牙本质 那么牙根的部分有牙骨质 这三种组织呢 都是用钙来硬化的这种组织 所以它会很坚硬 如果缺钙以后呢 我们这个牙齿里边 这个钙少了 它就容易吸附一些色素之类的 就容易变黄 另外呢 就是这个牙呀 就变得有点脆弱了 不筋膜了 还有呢就是 这个牙尖的牙根的部位 缺钙以后 可能会造成牙齿的一些松动 它的稳定性啊 坚固性啊 都会下降 所以说 这个缺钙啊 和这个牙齿的健康 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对啊 因为吃是人体的第一需求 如果要是老年人 吃饭受很大的影响 那肯定也是会影响寿命的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这个钙也是我们长寿的本钱啊 咱们得多存一些 在这个大大的存钱罐当中啊 其实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缺钙 咱们来看一张图 这是咱们国内的一个调查数据 黄色的是女性的发病率 绿色的柱子是男性的发病率 那么我们看 这调查的是40岁以上的人群 那么40岁以后 每一个阶段 女性的骨质疏松发病率 都比男性要高 高不少啊 那么为什么呢 就因为咱们女性她有月经 那么有月经就会有绝经 这个绝经期 那么这个雌激素呢 它是一个骨骼的保护伞 那么有雌激素在的时候 我们的骨骼非常的强壮 那么这个绝经期以后 女性体内雌激素会下降 那么下降以后呢 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发病率 就会大大的提高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女性补钙的问题更严重 但是男性是不是就不应该补钙呢 肯定不对 那么男性70岁以后 其实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也很高 你看到80岁的时候 女性可以 骨质疏松发病率可以到90左右 90左右 男性是多少呢 男性在80岁的时候 可以到70% 将近70 所以说男性女性都需要补钙 好了 沈老师 你不用说了 你就直接告诉我怎么补吧 反正在场每一个都是35岁以上的了 就补吧 开始吧 开始吧 银行里的钱我们知道 努力工作 爱拼才会赢 对 但这身体里 盖的存钱罐 怎么才能把它给填得满一些 到了这一定岁数之后 咱能够用得更足一点 关键呢就得看 咱往里边可以投一些金币 年轻的时候 或者是有能力的时候 咱们多存一些 到老呢 花的时候就可以更充裕一些了 那咱们今天呢 得准备一个大一点的摇钱树 看看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不能从这个摇钱树上呢 摇下来更多的能够存进来的 长寿本钱 来 请上道具 我们拿上一个大摇钱树 这个树上挂满了金币 但是这么多的金币 咱到底能不能够拿得到 能不能够放入到这个存钱罐当中 帮我们来补钙 可还不一定呢 得看看大家有没有选对啊 那如果我们拿这个金币 投入到存钱罐当中呢 它亮起了绿灯 就说明咱们选对了 能够把这个长寿本钱存进来 但是如果投进去之后 它亮起了红灯的话 就说明咱选错了 长寿本钱是存不到 这个存钱罐当中的 好 那现在就要看看 大家的选择和智慧了 要想补钙的话 大家能想到的第一种食物 是什么 牛奶 牛奶 第一 牛奶 虾皮 芝麻酱 还有豆腐等等 这些呢 我们看一看 在这个摇钱树上 有没有 我来找一下啊 好 刚才梁老师和大侧选择的 牛奶 牛奶 对 我看看啊 这金币 有 第一个金币就是牛奶了 那我们要把这个金币 投入到存钱罐当中 牛奶能不能够帮我们 增加长寿的本钱呢 大家看结果 三 二 一 叮咚 亮起绿灯 那看来这个牛奶 咱们是选对了哈 为这个存钱罐呢 存入了一枚金币 能量格呢 也增加了一格了 那是不是要想补钙的话 牛奶就是第一优选 对了 我觉得大侧和这个梁老师 第一个就把牛奶点出来了 这确实是特别对 这个牛奶对于这个补钙啊 作用非常的强 有这么三个方面 第一个 牛奶含钙量特别高 每100克牛奶里边 含钙量是104毫克 它不光含钙量高 第二个呢 就是牛奶里边的钙啊 它还特别容易吸收 因为这个牛奶里边有乳糖 它可以促进钙的吸收 另外牛奶里边呢 这个钙磷比例特别合适 也能促进这个钙的吸收 还有就是牛奶里边 还含有点维生素D 也可以帮助吸收 所以牛奶包括奶制品 补钙都非常理想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这个摇钱树上 还有什么样的食物是可以供大家选择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吉林熬动安食不老夜 作用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虾皮 芝麻酱 芝麻酱 骨头汤 我就说要吃火锅吧 你看 那接下来咱们选哪个 您选择哪一个 我选择那个骨头汤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骨头汤里有那个骨髓什么的 每次我们要是做饭 或者是那个炖排骨什么的 能嚼得动的骨头 我一定要给它嚼碎了 所以我觉得它的补钙的效果特别好 吃什么补什么呗 吃骨头也能够补骨头里面的钙 我感觉就是这样 好 看看骨头汤能不能够帮我们增加长寿的本钱呢 我要把它放入到存钱罐当中了 如果可以 它就会亮起 绿灯 不可以 就会亮起红灯了 它能存得进去吗 它没有存进去 看来我们长寿的本钱这个钙并不好存呢 但是好多人还一直坚信骨头汤可以补钙呢 因为骨头汤好喝 这个骨头汤补钙呢 可以说在民间流传已久 比方说有个什么做了手术的呀 骨折的呀 大家去看病人做点什么呀 我送点骨头汤吧 这个骨头汤就觉得 骨头熬的汤一定能补钙 那我今天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骨头汤的钙含量 跟自来水差不多 为什么 这100毫升骨头汤里边 只有2.8毫克的钙 咱们看着这个骨头 钙挺多的 对吧 确实它钙也挺多的 但是骨头里边的钙呀 它是结合型的 结合型的钙 它煮不出来呀 它都在骨头里边 我们说那个比较软一点的骨头 我们嚼不嚼不 咽了以后是不能补钙呀 对呀 其实它到胃里边也很难消化 把钙溶解出来 因此呢 骨头汤补钙 不太靠谱 但是大家又为什么这么爱喝呀 这个骨头汤它香啊 对 熬了以后 尤其高温再多煮会儿 煮出来的是什么呀 脂肪 咱们说这个脂肪 它可是唯一有香味的这种营养素 所以说骨头汤啊 补不了钙 可以补脂肪 越喝越泡 好吧那这个咱们选择失误了啊 不过没关系 大家看一看 备选还有很多 那下面 你看还剩俩 选哪一个 虾皮 一定是虾皮 它能够不盖吗 好像这两个的呼声同样高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验证 虾皮 它能够帮我们增加长寿的本钱 盖吗 好咯 三 二 让大家失望了 虾皮也失望了 它也不能不盖啊 我以前做过一次节目啊 大家列了一个表啊 骨头汤的确是含盖量很少 这个我是认的 但是虾皮的含盖量非常高 难道这几年营养学科也分了门派吗 变化很快啊 我们老百姓听谁的呀 看哪年的节目啊 前两天还说虾皮含盖量高 今天又说虾皮 好像补钙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其实大策说的对 可能大家听起来 一会儿说能补钙 一会儿说不能补钙 这个好像有点争议 其实营养学上没有变化 为什么说虾皮 有的说能补钙 因为虾皮的钙含量确实很高 比如说咱们刚才拿的这个 这是100克的 这是100克的虾皮 这里边含多少钙呢 1100多毫克 那不是比牛奶还要多吗 对 但问题是你谁能吃这么一大包虾皮 对 替我回答了 咱们这个虾皮100克这么多 然后它的盐含量很高 特别咸吧 大家在家吃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小把虾皮搁到汤里 就算煮个汤了 就算吃海鲜了 然后还全家吃 对 然后做个馅也是 放点虾皮调调味就行了 而且大家感觉一下虾皮 是不是那个壳比较多呀 那个钙也主要在那壳上 就是你嚼得碎不碎 然后即便你嚼碎了以后 到胃里以后 它能不能把那个钙溶解出来 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在我们营养学上 能不能补钙 取决于三个因素 三个因素呢 三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含钙量 第二个就是它的吸收率 第三个你能吃多少量 吃多少 对 所以说这个虾皮综合衡量一下 其实补钙作用很微弱 靠虾皮来补钙 来增加长寿的本钱 这个方法不靠谱 没关系 还有 芝麻酱 芝麻酱也好 我到哪儿去 芝麻酱怎么样 芝麻里边的钙含量是很高的 那你能吃两碗芝麻酱吗 浓缩的芝麻酱啊 对啊 这应该也 大家觉得这个可以帮我们增加长寿本钱吗 可以 可以的 请举手 几乎全员通过 我们再让这个非常智能的长寿本钱存钱罐 来帮您证明一下 事实证明 它 也不能帮我们增加长寿的本钱 不行 这个芝麻酱比虾皮好一点 它的含钙量也很高 991毫克 接近1000 而且呢 芝麻酱的吸收率 也比虾皮要高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 芝麻酱不钙 没有问题 但是就像大厕所的 咱们谁用碗吃芝麻酱啊 当吃冰激凌的 芝麻酱也就是一个调料吧 这一罐是300克这个芝麻酱 如果您要想 吃到100克芝麻酱里含钙量的话 这得吃 三分之一 能补900多毫克的钙 就是差不多满足一天的钙的需求量 两勺 三勺都不吃 三勺 咱这一勺粘到这个勺子壁上还有 所以它都不到20克 我跟你说 您就 哎呦 还在尝呢 这三勺吃 我估计就已经不能说话了 嗓子都被呼住了 这么大的勺 五大勺芝麻酱 即便是不嫌糊嘴 大家知道这个芝麻酱里 脂肪含量有多高吗 油大 油大 这里边脂肪含量50%以上 等于喝了半碗油 对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如果只是一勺芝麻酱调个味的话 那么这个补的钙量还是很少的 不能作为钙的主要来源 所以我说它攒钙也不是理想的选择 但是其实说来说去 我们都是在纠结这个每天钙的摄入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你需要多少钙 那能不能帮我们明确一下 成年人需要800毫克每天的钙 然后老年人每天需要1000毫克这个钙 这是咱们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 参考摄入量里边 给中国居民提出来的 每天应该摄入的钙量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况当中 我们中国人平均每天 正常人能摄入多少钙的这个摄入量 能达标吗 我一说这个数据 你可能都会吃惊 因为我们中国人 尤其前几年的中国人 不怎么喜欢奶制品 所以说我们可能更多的 会吃一些主食啊 蔬菜啊这些东西 或者是有一部分瘦肉之类的 但是呢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饮食比较单一 它那个食物种类不够多样化 所以说中国人平均每天 从这个饮食里边摄入的钙 只有400毫克 老年人还会更低一些 所以缺带 所以看来您提到了奶制品 看来从牛奶当中摄取钙是一个非常主流的 或者说又经济又实惠的一个快速的途径 但是很多人就乳糖不耐瘦 一喝就容易闹肚子 特别是早饭的时候 我们家里很多人特别不喜欢喝牛奶 那是不是不喜欢喝牛奶的这群人 特别是老年人 就没有任何不盖的渠道了 还真有 咱们中国呀 这饮食文化博大精深 咱们饮食种类多呀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 还有没选的呢 就是豆制品 豆制品 对 在豆制品当中都有什么被选呢 豆腐 豆浆 豆皮 那只豆腐 咱们可以选一选了 在豆制品当中 咱们可以选择什么来增加长寿的本钱 我选豆浆 因为既然牛奶它是补盖最好的途径 而是靠喝的 那我觉得豆浆 我听说一个说法 就是说两杯豆浆的这个营养含量 几乎可以跟一杯牛奶来抗衡 那我喝不了牛奶我就喝豆浆 我一天喝一大桶豆浆 这盖可能就够了 那我却恰恰相反 刚才那个大测老师说呢 他喝牛奶有时候拉肚子 而我恰恰是喝豆浆拉肚子 所以我选什么呀 内脂豆腐 这个 又白又嫩 而且吃起来软软滑滑的 而且当然了 它贵一点 贵一点呢 它一定是贵有所值的 对吧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验证 能不能够帮我们在 长寿本钱的存钱罐当中 存入盖呢 要放了 三 二 能吗 大测 选错了呀 选错了 豆浆不能够帮我们增加 长寿本钱 那我还是继续抽筋吧 牛奶喝不了 豆浆也不行 这怎么办 第一个选择 咱们就失误了 但是好多人都认为 豆浆是可以补盖的呀 对 大家都觉得 豆浆是不是 黄豆或者黑豆 这种大豆做的呀 是磨出来的吗 对呀 是豆子磨出来的 那这个豆子 尤其是黄豆 黑豆之类的大豆 它确实含盖量很高 可是我们磨豆浆的时候 加不加水呀 加 至少要加十倍的水吧 这个水稀释以后 豆浆的含盖量 直下下降了 一百克 一百克豆浆里边 含盖量只有十毫克 那也是相当于 要跟牛奶比的话 那也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它相当于 十分之一的这个牛奶 比方说这个杯子 要达到一杯牛奶的 这个含盖量 至少要喝十杯豆浆 那大家可能 真的是水饱了 所以靠豆浆来补盖 不行 不太靠谱 那咱们再看看 还有其他选择吗 那只豆腐怎么样啊 我觉得那只豆腐好 大家看看这个那只豆腐 能够帮我们增加 长寿本钱吗 能 能吗 能 好 那我们要验证一下了 它可以吗 我们的这个长寿本钱 存钱罐 特别智能 请看 这太难存了呀 这存了半天都没存进去啊 才只有一个牛奶 被存进去了 那只豆腐也不行啊 为什么呀 这是那只豆腐 那只豆腐 就是这种 对 大家觉得特别吃惊吧 尤其梁老师 非常好吃的 对 豆腐不就是用豆子 磨完了之后 然后用像其他的一些物质 给它点出来的吗 对 关键呀 就是它加工过程当中 用什么点的 就是这个豆腐 我们需要点一下 它才凝固 凝固以后再挤压 才成豆腐吧 这个内脂豆腐 一个是它水含量比较多 再一个就是 它是用那个 葡萄糖酸内脂点的 那么这个葡萄糖酸内脂呢 它不含钙 所以说相应的 这个内脂豆腐里边 钙含量也很低 那么其他的 其实有一些传统的豆腐 我们用什么点呀 用石膏点 石膏就是钙 石膏 它就含钙 对 也有用卤水点的 那么卤水里头 它还含铭 所以说用它们来点的话 还会增加 豆腐里边的含钙量 再一个就是这个 内脂豆腐 因为水含量多 跟那个豆浆 也稍微有点像 因为它口感嫩嘛 所以说内脂豆腐 这里边钙含量也很低 每100克 只有17毫克的钙 也是牛奶的十分之一 对 太少了 这个这一盒豆腐 350克 我们即便是 把这一盒都吃了 其实这个钙量 还就算远远的 不够 那现在看看 这颗摇钱书上 所剩无几 还剩下 两个传统项目 一个是 豆皮和本豆腐 要不然就试试 刚才我们观众说的豆皮 好 可以 来吧 试试它 行 豆皮能不能够 帮我们增加 长寿本钱 它 可以了 太不容易了 真不容易 这存点钱 怎么这么难呢 这次终于选对了一个 就是本尊豆皮 对 这个没想到 它能够补钙 对 这个豆皮的含钙量 还真是挺高的 每100克豆皮 239毫克的钙 所以说 它肯定是能补钙的 而且豆制品 钙的吸收率也算高 所以说 我们可以吃豆皮来补钙 好 咱们拿上北豆腐 再来验证一下 这个钙的存钱罐 是特别难存的 那咱们看看 最后这个北豆腐 是不是像大家想的 能帮我们增加 长寿的本钱 耶 太好了 最后终于又增加了一格能量 好不容易啊 对吧 太难了 北豆腐相对于 内置豆腐来说 水分稍微少了一些 但是又比豆皮呢 含水量高 所以它吃起来比较软糯 挺适合老年人的 再一个 它的钙含量也挺高的 每100克的北豆腐 含钙量138毫克 那日常生活当中呢 咱们要想把这个长寿的本钱 给它存进来补足了 就得多喝点牛奶 日常生活当中 尝试入豆制品 最好是豆皮和北豆腐 但是其实即便您说 这样的一些食物 是能够帮我们来补 这个长寿本钱的 但是说实话 真的是一天 能够喝到这么多的牛奶 吃到这么多的豆制品的人 还不是特别的多 很有可能日常就没有攒够 等到老的时候就缺了 那如果一旦要是缺的话 还有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是吃钙片 钙片 充的钙剂 但是钙片的种类好多呀 我在市场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选 那我们给大家几种备选 看看您会怎么样来选择钙片 来 请上道具 这些呢就是市场上常见的钙片的种类 碳酸钙 葡萄糖酸钙 柠檬酸钙 和氨基酸钙 不做节目 我真的不知道 原来有这么多种的钙片 这四种钙 它们有什么特点或者是不同 碳酸钙呢 其实是一种无基钙 但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个钙剂 就是碳酸钙 它呢含钙量特别高 咱们用这个星星表示一下 这个可以说有三颗星 含钙量比较高 这方面是它的优势 但是呢 碳酸钙刚说了是无基钙 它的吸收呢 需要依赖胃酸 也就是说我们的胃酸分泌得特别好 那么像一些老年人 比如说他有胃炎呀 或者有其他的疾病 胃酸分泌不足 就不太适合选这个碳酸钙 然后还有一些小孩 也不太适合 总的来说就是 这个碳酸钙 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 它要依赖于胃酸 所以即便它量高 也不是能够被我们全都吸收到 不适合有胃病的人群 咱们看这个第二个 就是葡萄糖酸钙 葡萄糖酸钙呢 其实钙含量很低 如果咱们要用这个星星来算的话 跟这个碳酸钙比 当然它是一种有机钙 它的钙含量和碳酸钙相比 我们只能给它一颗星 怎么那么少呢 那让它回家吧 别给它贴了 那么它的优点在哪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更懂中国人体质的朗迪钙 特约播出的健康知录节目 其实这个葡萄糖酸钙 它因为是有机钙 相对来说吸收率会好一些 所以它的吸收率还会高一些 虽然含钙量低 但吸收率高的话 所以它也可以补钙 就算扯平了 扯平了 可以选 也可以选 那它有没有特殊的适应人群 或者是不适合的人群 葡萄糖酸钙 咱们一看 是不是有葡萄糖啊 所以说吃葡萄糖酸钙 它还真得有一类人群 要稍微注意一些 就是那个有糖尿病的这一人群 就不太适合选这个葡萄糖酸钙 好 那看柠檬酸钙呢 第三个就是 它真的是能够就当水果吃吗 柠檬酸钙和柠檬还真是关系不大 含点柠檬酸 柠檬酸钙呢 也是一种有机钙 它的钙含量其实也不太高 如果用星星来评价的话 也给一颗星 含量方面来说 葡萄糖酸钙和柠檬酸钙 相差不太大 就都给一颗星 但是柠檬酸钙呢 它也是有机钙 所以吸收率也还可以 综合评价一下呢 它的这个补钙效果也是可以的 比方说对于一些 有胃病的呀 有糖尿病的呀 我们都可以选柠檬酸钙 最后一个这个氨基酸钙 我们听的可能比较少 它是一种新型的钙 那么含钙量呢 比葡萄糖酸钙和柠檬酸钙都高一些 可以给两个星 从吸收率来说 这个氨基酸钙 它是一种落合的状态 这落合状态呢 就是更容易解离成这个钙离子被吸收 所以它的吸收率也是很高的 氨基酸钙呢 基本上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所以说柠檬酸钙和氨基酸钙 都是在人群选择方面还是比较广的 但是它有一个弱点是什么呢 就是价格比较贵 你看 性价比不太高 贵 所以通过您今天的介绍 咱们才知道 就是市场上有这么多的钙的选择 咱们得依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去选择 而不能说 老张你咱用什么钙 我也跟着吃两个 说老刘你那钙补的不错呀 什么品牌呀 这样是不行的 对 其实我们补钙呢 最好还是以饮食补充为主 如果因为种种原因 饮食受限 或者饮食特别单一 那咱们可以选择这些钙剂 选的时候就根据自己的情况 综合评价一下 然后选择合适的就可以了 好的 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了 谢谢 咱们今天可真的是历尽了千辛万苦 才在这个存钱罐当中呢 存入了一些长寿的本钱 就是钙 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地呢 把您长寿的本钱补足了 攒够了 这样呢 就可以让我们更健康 更长寿的享受生活 非常感谢 石老师今天的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